我们家姐弟都很爱吃 记得要在上面加一点 生的洋葱丝或是碎洋葱 或是切一点Schnitrao 会更美味哦 我们已经买过N次吃过N次了 从来没有人拉肚子 可以放心吃哦 哈喽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 今天这集跟我们一起去德国的面包店 吃最经典的德式早餐 看看德国的面包店跟台湾的有什么不一样 并且跟大家分享一款 我们家最近很喜欢吃的面包 如果你有机会来德国 一定要吃看看生猪肉图的面包哦 看今天天气多么的好啊 今天周末 难得大家都很着急 是你吧 你难得很着急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 有一家面包店 我超爱那家的面包 等一下给你们展示就知道 为什么我那么爱 它里面是湿润的 然后它有非常多的各种的骨类 现在气温是6度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 Tizen这个面包店 它这个房型看起来已经蛮有历史 它的面包超好吃的 德国人早餐要吃小面包 叫做Pruchen 小面包的种类繁多 有不同的麦子 不同的古物杂粮做的 最经典的德式早餐 就是把小面包横切成两半 涂上奶油再放上自己喜欢吃的料 它们叫做Pruchen 我有看过中文有人翻成开开三明治 为什么会叫开开呢 因为它是只有下面有面包 不是像一般的三明治 是上下都有面包 各式各样的小面包 可以说是每个德国家庭早餐 最常吃的东西 我们在饭店吃早餐的时候 看到很多家庭都会拿这样子一栏面包 德国可以说是一个面包王国 很多德国人认为德国的面包在种类和品质上 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面包种类高达3200种 还有面包博物馆 可以和面包互相搭配的食材 像是cheese 还有火腿啊 熏肉也是成千上百种 这样搭配起来的不同组合的小面包早餐 它们可以吃一辈子都不会吃腻 各式各样的小面包 可以说是每个德国家庭早餐最常吃的东西 姐姐说德国小孩子们最喜欢吃白的小面包 里面没有加复杂的穀物和杂粮 最单纯的那一种 我印象中在德国超市好像一个才0.19 也是最便宜的那一种 不到台币10块钱吧 我们家弟弟也最喜欢白面包 但我跟老公都喜欢有满满的穀物杂粮的面包 所以我个人从来没有买过白面包 每次我们在外面吃早餐 或是在饭店吃早餐的时候 小孩子他们都会去拿白面包 德国面包店和台湾面包店最大的不同 就是所有的德国的面包店的面包 都是放在柜台的后方 你需要什么面包要跟店员说 有店员帮你拿帮你包装 还会问你要不要切成一片一片的 台湾面包店大部分都是让客人自己夹 然后再去柜台结账 在德国想要自己夹面包的话也可以 就是要去超市买 超市有一整排的面包柜 每天都有新鲜出炉的面包可以自己夹 我跟老公最喜欢的就是这家面包店的葫芦锅面包 来德国不妨试试看他们长方形的德式蛋糕 通常叫做Krippen或Schnitte 起司和苹果是两个最经典的口味 Krippen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圆形蛋糕的切片 切面可以看到好几层不同的质地 做工比较复杂 所以他的单价比较贵 一般德国人大都会在自己的家中吃早餐 就算是周末的早晨 他们会来面包店买面包 然后回家吃 泡一壶茶或是煮咖啡 早餐可以悠闲的吃上一个小时 是我们大家最喜欢的 超感不明显 其实喜欢吃果酱 麻麻辣的 这是Matte 上面有洋葱 还有洋葱 跟这个还蛮繁衡的 Kasla Brutchen 这些全部都叫做 Flector Brutchen 还有热爱 没心疼 然后我有一杯 我觉得他的牛奶 他的那个牛奶 他的奶泡特别的名利 特别的名利 德国人真的太爱吃面包了 他们早餐要吃小面包 晚餐也要吃面包 晚餐这个字的德文 就叫做Avenport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晚上的面包 因此他们只有在中午这一餐会吃热的 不像中式的饮食 每一餐都要吃热的 难怪有很多来德国交换的亚洲学生 住在寄宿家庭都很不适应德国式的饮食 很多人都觉得德国面包很硬 有可能是你吃的方法不太对 因为德国的面包很大 可以让一个家庭吃一两餐 可能比我的头还大 德国面包的外皮通常很硬 当然不可能抱着直接啃 如果直接啃一定啃不动 你要把它放在砧板上用锯齿状的刀子 把它锯成一片一片的 如果你还是觉得外皮太硬 可以再用一般吃饭用的刀叉 把外皮的部分切掉 我们很喜欢吃德国面包 因为它是用不同的麦子做的 可以吃到非常天然的麦香 每一个面包都是面包师傅用心制作的作品 我们姐姐她九年级刚结束了三个礼拜的企业实习 她有一个巴雷书勒芭蕾舞学校的朋友 就是选择到面包店去实习 跟着面包师傅经常凌晨三四点就要上工 那个朋友每天傍晚的时候还要上芭蕾课 感觉就快累爆了 这都是新鲜的花 是麻木的锅子 这边是这个北可爱她的执照 是创办人欸 她1871年出生 然后1931年创立这家店 墙上都是一些历史的文物 这个是她做奥斯比丛的帅 哇她做奥斯比丛的帅 1889年她1971年 然后出生嘛 1871年 然后1889年 考到就是18岁的时候有一个奥斯比丛的帅 这是她一百年的时候的报导吧 那时候一百年 1871年 12月24号 这是她的出生啊 1871年 12月24号出生 对朋友报导 这个墙壁有很多间接照明 古代人做面包 都很辛苦 其实像我们现在因为有日光嘛 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会有点暗 因为这个靠这个币灯的间接照明 还有那个立灯 这个可爱的人 吃饱了 看一下今天的账单 3月23号 现在的Mix Brew Chin 0.9 Cafe Crema 2.2 这是德国人最喜欢喝的咖啡种类 热癌4.3 一份奶油0.8 总共不到30块 29.2 我们每次来一定都会记得买一条红萝卜面包回去 你们看她怎么包 你们看她包面包 蛋糕要吗 不用 她这个包面包的方法 全德国都一样 可是每一家面包店都是这样包的 都是用一个一张纸 然后前后塞进去 就是这样子包 好现在都可以用那个卡夫 那个面包5.6块钱 吃饱了 吃饱了 刚刚买的鸡蛋跟面包 Mathisen 回家再给你们拆一个 看看这个古老的 这个 房子上面这个 牌子 弟弟用我的围巾也蛮好看的 吃饱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有两小时的太阳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德国 非常建议你要试一下他们的生猪肉图面包 一般的生猪肉有细菌 当然不能生吃 但是这个生猪肉叫做Math 或是Mathvos 它是有调味过 有处理过的生猪肉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salami的绞肉版本 就没那么可怕了 我们家姐弟都很爱吃 记得要在上面加一点 生的洋葱丝 或是碎洋葱 或是切一点schnittlau 会更美味哦 我们已经买过N次 吃过N次了 从来没有人拉肚子 可以放心吃 如果真的不敢吃生的话 我这边也有一个简易食谱 可以参考这一集影片 只要三种材料 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好吃的煎饼哦 一包大概可以吃个 像我们家的话就吃一餐吧 这个就是 Fruistrup Mentors的生猪肉 这个是比较少肥肉的 然后这个是原味的Classic 一条是2.59 这是我最喜欢的面包 它叫做红萝卜面包 然后这个包 面包的方法全德国都一样 就是有一张纸 大家看看这个红萝卜面包 发衣服啦 太美了 它外面的这些古物的密度很高 你看这么多南瓜 葵花 然后它很湿润 我们都不要叫它切啦 如果你要不要切 我们都不要叫它切 因为这样子会保持它里面更湿润 你看这个切面 多美啊 就里面的这些古物啊 非常的密集 而且它的口感是湿润的 不会干干的 超好吃的 这一条好像五块多吧 你记得吗 5.6 5.6 对 真材实料 超级棒 自己习惯会稍微烤一下 可是呢 听说烤是不正确的 德国人都没在烤 你如果是直的切呢 就是 就是会很难切啦 老公说要把它弄躺着切 躺着切的话 你就可以切得很薄 就是面包的 头的地方 要朝前面 可以切成这样 可以切成薄片这样子 那事实上 他那天都会问你要不要切 那因为待会不好切 对啦 可是因为我觉得切了之后 就会让它比较干啊 就没有办法保持那么湿润 好几年前有一次半夜 弟弟肚子很痛 在床上哇哇大哭 我们只好带他去看急诊 医生说 弟弟好像消化不太好 问我有没有吃面包 我说有啊 因为他每天早上的brodo 我都有给他带吐司 医生说吐司不是面包 我再说一次 吐司不是面包 如果要促进肠胃蠕动 要消化好的话 一定要吃真正的面包 就是Port 我说我给弟弟吃的吐司 都是全卖的啊 Fall corn的 医生说这也不行 因为制作的方式是不同的 医生跟我们说 真正的德国面包 富含Balastoff 就是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帮助消化 吃真正的面包比较健康 后来我陆续问了好几个德国人 大家都跟我讲 吐司不是面包 虽然它叫做Toastport 但是跟真正的德国面包还是不一样的 很多德国人到其他国家旅游工作或生活 最大的困扰就是找不到原汁原味的德国面包 很多人到美国工作 也不能接受美国人把吐司当作面包 他们对德国面包真的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情感 我刚搬来德国的时候 在Sigi老公公家住了好几个月 我每天都帮大家料理三餐 Sigi老公公很喜欢吃我做的中式料理 然后这边有卖蜂蜜 他们农场自制的果酱 但是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讲说 我真的觉得你做的东西都很好吃 可是我很想念我的面包跟马铃薯 可不可以一个礼拜让我吃一两次 只是它的东西比较特别 像它有这个盔城精品 我跟老公也真的很喜欢吃德国式的面包 不管是大面包小面包 我们都很爱 但是我们也不能天天吃 如果我只能选择一种早餐 如果我只能选择一种早餐 要我在德国面包跟蜂蜜蜜蜜 二选一的话 我想我跟老公一定会毫不犹豫的 就选择蜂蜜蜜蜜蜜 有人说六岁前 会决定一个人 这辈子偏好的食物口味 好像真的是这样 我最想念的早餐 就是以前在台湾读小学的时候 早上都有老板开着发财车 载着一桶一桶的 皮蛋瘦肉粥啊 玉米鸡蓉粥啊 玉米汤 罗宋汤 这一类的 我为了吃这样一杯一杯的早餐 非常愿意早起 非常愿意提早到学校 慢慢享用我的早餐 觉得超级无敌幸福 老公最爱的早餐 就是烧饼油条饭团 他常常一回到台湾 下了飞机就要直奔 来来豆浆店 你们来看一下我们家姐弟 喜欢的早餐 我可没有虐待他们哦 再要来帮他们准备早餐 这些都是他们指定要吃的 姐姐呢 她就一定要吃这种Broad 这个叫做Shteyn Offen Before 她这个是大块的面包 把它切成小片小片 很薄 然后就直接涂奶油 还不能烤哦 直接涂奶油 然后加点薰肯或是Caser 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台湾小朋友吃这样子 台湾小朋友应该觉得自己很可怜吧 就是这样子奇怪的面包 然后还要涂很多奶油 有时候涂太少 它还会咸 他们都很喜欢涂很厚的奶油 我都喜欢薄薄的就好 把它切一半 放上一些 新肯萨辣米 我今天K的用完了 然后就可以包了 摸水就把它包起来 然后再用这种纸袋 然后装进去 那就是一份姐姐的早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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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